接下來看一些題目,不見得要什麼計算 他說,就是剛剛講的 他問你誰是省力,誰是廢力 請問你哪一個是一個廢力的裝置 面子就是跟那個麵包夾一樣 施力在中間,支點在旁邊,抗力在最前面 那麼開罐器、啟鈴桿、材質刀 他剛剛看過對不對,今天他也看過 這都是所謂的省力的工具 你可以想像嘛,那個東西很難開,所以當然要怎麼樣 省力嘛,當然要省力 所以呢,就是鑡子,OK 就是這樣子,問你誰省力,誰廢力 那這邊,誰是省力的 誰是省力的 筷子剛剛講過了,麵包夾剛剛有提過了 拔丁器也講過了,只有羅賴把羅斯奇沒有講過 不過你可以想像他應該是省力還是 貝利,OK 來 29 29 你做 真的假的啊 我們前面交過麵包夾跟鑡子都是費力的 我前面在看圖說過筷子也是費力的 拔丁器看過他叫做省力的 羅賴把那個羅斯要把它轉起來很難 所以當然要怎樣,省力的 所以呢,是一跟四,OK 好 來做一個等於是不用算的問題 問你說誰會互相抵消 就是順時中立舉要等於歷時中立舉 根據這句話就知道 不可能是F3跟F4 也不可能是F1跟F2 因為他們都是同方向的 你要找個反方向的 所以呢 一定是 那個 一二去配合三四抵消 配合三四抵消 那誰會互相抵消 那你就可以認真努力算 但是你也可以用想像的 因為我要立舉一樣 立幣比較大的就要配比較小的力 才會等於立幣比較小的配上比較大的力 比較大的力 好,所以F3的立幣大 20公分 他的力量就要比那個F1的那個來的小 才可以 那題目已經給我了 所以我就可以根據這個比出來 好,所以答案就知道是C 那我這邊是用確確實實的算出來 不用算 用想像的也可以知道 OK 想像的也可以知道 3跟4的力量是大的 大的力 要在前面 小的力要在後面 你就會知道怎麼配 所以答案就會選C OK 那這個就是 比價真的像是要算 那非常簡單 就是所謂的槓桿原理 我教的叫做 市場中等於 例子中 一般會的叫做 施力必成 施力等於抗力必成 抗力 剛好可以舉起來 恰可平衡 OK 這樣 哇嘴 哇嘴 這是多少咧 來 我們找人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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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六十 二十 二十 請坐下 二十 很簡單 槓桿原理 施力必成 以施力 施力等於抗力 施力 施力等於抗力 抗力 我們講過 真正要去做一個 三角函數啊 找那個錘子 可是不用 因為兩邊會消掉 就直接乘大腸就可以了 所以 就這樣子 施力必成 以施力等於抗力 施力 然後呢 答案就二十 好 簡單小問題 請問你 禮法師 用一個短柄長刃 跟剪花木 一個是長柄短刃 兩個有什麼不同 那麼 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原因在哪裡 可以達什麼目的 你至少告訴我 短柄長刃 跟長柄短刃 有什麼不一樣 蛤 有什麼不一樣 這兩個有何不同 還 還 萻哥南 有嗎 三二 三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你講什麼 一個省力 一個省力 一個廢力喔 好 那誰省力 那個 剪草的 剪草的省力喔 那剪頭髮的廢力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一個比較長啊 廢話嘛 長筆短認 短筆短認一個比較長啊 那個後面比較長 不是 理話沒有講後面啦 講一點 理話有的那個名詞啦 一個剪刀的 什麼叫剪刀比較長啊 一個私利幣 誰私利幣長 那個剪花的 沒錯 剪頭髮的時候希望緊的時間短一點 所以我需要省時 費點力沒關係 因為頭髮也不會有大的抗力 所以他用短筆長刃 抗力必大 私利幣小 但是他可以動一點點 就可以剪掉很多頭髮 很多頭髮 花木比較硬 所以我要省力 所以用長筆短刃 因為他的私利幣比較長 抗力幣比較小 這就是我們使用他的目的 跟他的原因 所以你剛剛講的 一個會省力 一個會費力 休閒花木的會省力 剪頭髮的會費力 但是費力的會省時間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討論一下 這個器材 他到底是省力的工具 還是費力的工具 這是我們所需要了解的 OK